关注新闻焦点解析话题观念 优势频道YouChannel焦点话题 关注新闻焦点解析话题观念 欢迎您一起来关心本周的优势焦点话题 我是张吉兵 台湾在5月20号举行了总统就职大典 蔡英文正式成为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 而在就职演说当中 外界关注的一大重点 就是蔡英文她到底会不会提到九二共事 结果蔡英文在演讲当中提到了 尊重两岸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 也说到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相关法律 但是没有提到承认九二共事这几个字 而在蔡英文发表谈话之后 台湾以及海外的分析人士多半认为 蔡英文的谈话兼顾了台湾内部的本土阵营 以及中国大陆方面的期望 算是一次成功的表述 但是北京方面却马上声明指出 蔡英文的谈话着眼在台湾内部 而且没有承认一个中国跟九二共事 根本就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案卷 而后续也会采取一些具体的动作来回应 今天的主题是 一厢情愿难成家偶 就是要从这个例子来谈一个观念 那就是两造的沟通不能各说各话 一定要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 了解对方的立场跟需求 然后尽可能地在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之下来配合 才算是一个有效的沟通或者是谈判 回到刚才的例子 蔡英文总统之所以会提到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相关法律 原因就在于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规范的 就是在一个中国分裂的现况之下 海峡两岸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蔡英文讲到中华民国宪法 又讲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言下之意其实就已经默认了 中国这个屋顶或者说是框架 而蔡英文政府很可能也觉得 不直接提九二共识 就不会触怒深律的选民 而提到上述的条例 北京方面应该也可以理解她的悬外之音 但是问题就在于 蔡英文这样的说法就是典型的一厢情愿 从台湾选举之前开始 蔡英文就不断地对外释放出 她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态度 因此只要她没有明确地 在就职演说当中说出 承认九二共识这几个字 其他再多的暗示 都会被北京当局认为是打擦边球 玩文字有戏 也难怪在她就职演说之后 台湾内部乃至于第三者的一些 海外的传媒国际的媒体 多半认为她演说成功 但对于大陆来讲 却觉得这番话根本就是必中就轻 而在另一方面 中国大陆内部许多支持 集统党政军的人士 其实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很多的时候北京当局的官方文告 或者是透过党英媒体 发表的评论文章 都会用义正词言的方式 来指责台湾 好比说试图搞分裂 破坏两岸和平安定的分子 等等等等 而碰到像蔡英文这类发言的时候 更是不假词色地去指责对方 但是他们却也可能没有想到 对方之所以要用这样迂回的方式来表达 是迫于政治的压力乃至于民众 民族的感情等等 没有办法正面地去承认某些事情 所以只好绕着圈子来讲 但其实讲完之后 政策实行并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改变 然而如果他们不愿意提认对方的难处 只是一厢情愿地希望 对方用大白话讲自己爱听的话 结果自然就不能尽如人意了 政治是迂回的艺术 很多事情能说不能做 也有很多事情能做不能说 国际局势与两岸关系都是如此的 然而在迂回曲折的同时 很多时候也真的不能太一厢情愿 觉得说自己已经很考虑到对方了 对方一定会理解 而且一定要领情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无论是迂回或者是直白 如果没有实力做后盾的话 是很难在国际事务的交涉 或谈判上立足的 同样举台湾的例子 近年来台湾有些人时不时会讨论一些事务 好比说钓鱼台就是钓鱼岛的主权 或者说是跟日本之间关于冲之鸟经济海域的争议 甚至是讲到二战之后台湾主权的移转跟定位等等 所谓旧金山合约的法理问题之类的 在谈到这些事务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讲历史 讲国际公法 讲国际惯例 然后做出自己的结论 并且指望别人也同意 当然了 讲道理 讲条文 讲法律 是理性的讨论 不能说不好 但是说到底 这种关起门来书生论证 对外是没有太大的实质效力的 因为国际关系讲究的是现实 就算你引用的法条或者判例是对的 但是如果你本身的政治 经济还有军事实力不够强 遇到争端的时候又不够强硬 就算有千百万种道理 对方仍然不买账 而其他的国家多半也不会支持 一厢情愿难成家偶 有理也未必能走遍天下 当我们在考虑涉外事务的时候 真的不能够闭门早居 一定要考量对方的立场 同时也要衡量自己的实力 才不会白忙一场 甚至错估形势 引来更严重的后果 今天的优势焦点话题 就跟你分享到这儿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关注新闻焦点 解析话题观念 优势频道 YouChannel 焦点话题